最近在币圈常出现的一个字爆仓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会出现爆仓 爆仓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加杠杆 如果不加杠杆是不会爆仓的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爆仓 杠杆做多和做空 让大家了解一下金钱游戏是多么的有一个乐趣 我们先来聊聊杠杆 什么是杠杆呢 打个比方 比特币5万美金一个 你花5万美金买了一个比特币 这就是普通交易 但还有概念就是杠杆交易 你依然是买一个比特币 这次你只需要出10% 5000美金 我替你出剩下的90% 这就是所谓的10倍杠杆交易 当然我替你出的这4万5并不是白送的 是借给你的 你之后是必须还给我的 如果比特币涨到5万5 是涨了10% 你卖掉 还我4万5之后你还余1万美金 也就是说相当于你的5000本金直接翻了一倍 当然如果比特币跌了 跌到4万5就会面临一个问题 剩下的价值只会还我借你的钱 虽然跌幅只有10% 但10倍杠杆之下 你自己的5000相当于血本无归 这个时候你说你确定价格会涨回来 你不卖继续挺着 行不行 肯定是不行的 你自己的钱可以挺着 我借你的钱 那就是我的钱 凭什么跟你挺着呢 万一涨我回来 你拿什么还我 所以我有权替你把币卖掉 然后把我的4万5直接拿走 甚至如果卖得慢了 比特币跌到了4万4 那卖掉比特币 不仅你血本无归 还盗贴欠我1000美元 这1000呢就是债务 是你必须要还的 这就是所谓的爆仓 这时候不想爆仓 你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补仓 比如你往账户里再补充5000 这时候你的现金 加上比特币的价值 就又超过4万5了 我就放心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什么是做多 什么是做空 了解了这两个概念 今天游戏就会变得更加有意思 很多人只做过股票交易 我国的股票不仅T加1 有涨跌停限制 而且大部分人是没加过杠杆的 你没体验过融券做空 但是在商品期货中 以及比特币这种 是可以买涨买跌的 买涨就是做多 就跟股票一样 价格涨10%就赚10% 涨100%就赚100% 跌10%就亏10% 买跌就是做空 就是完全反着来 价格跌10%你就赚10% 涨10%你反而亏10% 加杠杆可以让收益更高 当然收益和风险是成真比的 假设加一个10倍杠杆 那么它的上下幅度10% 就相当于你的100%了 那么10倍杠杆做多 就是价格涨10% 你就赚100% 相应的如果价格跌10% 你就赔光了本金 甚至因为加了杠杆 如果价格跌了20% 本金清零的基础上 还要再倒贴一倍的本金出来 而杠杆交易的规则就是 本金清零之后 交易所就会开始和你账户的其他现金 现金都扣得差不多了 如果还有继续亏的趋势就会强制平仓 这个时候不仅你参与交易的钱没有了 账户里没参与交易的现金也会被清零 这就是所谓的包仓 这个时候有人就会想 那我不把钱放在账户里不就行了 他就扣不了了 这当然是对的 但是人性着力 当看到行情好的时候 人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贪欲 疯狂的想赚更多的钱 很多散户和庄家的核心差别 真的不是资金而是信息 国内挣过的券商 期货甚至大智慧同花顺这些交易软件 由于受到监管 其实是不能全面收集散户的数据的 甚至至少即使收集 也不太敢明目张胆的用 但如果是未被监管的黑平台 按着散户包装的红线上下打价格 已经算保守的了 更黑心的平台会收集散户的 止盈止损数据 按着止盈止损打价格 这样连不加杠杆 或者杠杆较小的保守投资者 也会被算计 对于许多成熟交易者 为了防止自己在数据猛中 交易标的价格波动过大 导致自己爆仓 或者产生过大的亏损 都会预先设置止损 交易所只有在投资者账户 现金全部亏空的情况下 才会防止平仓 而如果想提前平仓 比如亏5%或者10%就想平仓 防止亏损扩大 要自己主动设置止损点 止盈止损就是交易软件中的一个设置 到达设定价格 就会自动执行买入或者卖出指令 这个指令除了散户自己 交易软件和平台也是能看得到的 软件平台和庄家联合 选出一个交易最不活跃的时间段 越不活跃 参与交易的人就越少 越容易低成本的价格控制 软件和平台有你的指寸数据 甚至还能统计出 你一般亏多少会隔着 庄家就可以按你的指寸线操控价格 当然针对的不是你一个人 而是一群人 这时候只要挑一个月黑风高夜 交易所联合几个有实力的庄家 准备好大量的资金 就可以打爆所有人 为啥得是月黑风高夜呢 因为半夜大部分投资者都睡觉了 你睡觉了 怎么还能及时发现补仓呢 半夜几个庄家直接疯狂做多 抬高价格抬到5.5万 这个时候有些满仓 账户没现金的做空投资者 十倍杠杆直接就采现了 这个时候投资者本人还在睡觉 根本不可能补仓 他就会被爆仓强平 这个其实用不了多少钱 因为大部分人都在睡觉 需要很少的钱就能推高价格 后续空投强平 会自动形成新的买入单 相当于帮助庄家继续抬高价格 这里可能有些难以理解 我再讲详细点 做空的空投玩家 他的收入点是在价格下跌的情况下 实现盈利 这个我们在讲做空的时候 已经说到了 当有人杠杆做空时 如果价格下跌 那么就会出现爆仓 所持仓的将会被用来强制平仓 随着价格继续上涨 会继续打爆一些 留有少量资金 杠杆只有9倍8倍的投资者 最终庄家只需要用很少的钱 就可以一路扫上去 滚雪球打爆9倍8倍7倍 甚至更保守的投资者 假设价格由5万打到了7.5万 那5倍杠杆以上的做空投资者 都会爆仓 爆仓的钱去哪了 庄家假设也是10倍杠杆 5万打到7.5万平仓 纯利可以赚4倍 而且更牛的是 庄家打完空投 是可以回来打多头的 庄家现在还可以疯狂做空 抛货压价格 由于5万到7.5万 都是庄家打上来的 这个时候会有些跟风盘 数量不会大 杠杆交易做空也能赚钱 7.5万抛空再砸回5万 难度不会大 再加到资金 上面的操作反向来一遍 从5万再砸到2.5万 5万这里做多的 5倍杠杆以上的 就又全部爆仓了 这时候庄家买入平仓 所有交易都是真实的 只是需要比散户大的资金量 以及散户具体交易数据的内幕消息 知道散户的持仓价格 仓位杠杆比例 以及散户交易不活跃的时间段 就可以实现一波精准狙击 散户无论做多 做空都会爆仓 专家状的 盆满钵满 好了 今天的金钱游戏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创作的内容 别忘了给我点一个赞哦